到如果说show sale都处理不了 没有人买 那就到第三个 如果我们的短卖没有卖掉的话 就进入第三个阶段 叫做wholesale 叫做法院的拍卖 上一集李秉信老师解释了法拍屋的五个阶段 当房子进入法拍阶段后 买家就可以轻易出手了吗 事实上没有这么容易 今天李老师就要继续告诉大家 2023买屋教战守则 精彩内容千万不要错过哦 所谓法院的拍卖就是 当然在09年的时候 法拍有好几种 第一种就是银行的show sale太多了 还有focosure太多了 他就把它打成一包一包 我们叫一个bucket 所以大家印象还深刻的时候 每次法拍草出来的时候 一定分成大包中包小包 或者是说我们叫上游冲游下游 一般的buyer都是买下游的 但是有许多手上有现金的人 他们一定是买大包 买完大包之后 他要自己把它分出去 或者是你做这个中间的承包商 这个不断的下来 anyway 在colesale里面 通常都是会委托这种拍卖公司 他会把这些这个银行的 他这些坏账的property 整个把它liquid掉 那所以在银行的门口呢 或者是说在银行的一个房间里面呢 他们都会委托拍卖公司来拍卖这些show sale没有卖掉 然后这些借款者又没有办法还款的这些物件 但是买这种法拍物不是一般人能够买的 首先在我们的经验当中 通常举个例子 1000个房子啊 在你要买的那天 可能真正要卖的只有300个或200个 因为每一个屋主可以说是大显神通 尤其法拍的过程 在最近法令的修改当中 特别保护这些屋主 所以这些屋主啊 他都会想办法拖延法拍的程序 或者用其他的方式借到钱来做一个赎回啊 所以100个房子或1000个房子 最后能上市的可能只有两成跟三成 那买的人要怎么去买呢 买的人在当天啊 你一定叫做现金交易 举个例子 假如今天你的预算是50万的话 我们在这个实际的做法 我通常会建议客人或者是我们自己啊 准备一张40万的cashare check 然后一张5万块的cashare check 然后再5张1万块的cashare check 因为你不知道最后你会拍到多少钱 然后当场一定是怎么样 一定叫做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根本你没有办法借钱 你没有办法去看屋况 甚至你没有办法去查title 所以为什么一般的人去买这种法拍屋 常常会吃亏 因为100栋房子可能最后卖的只有30栋 你所准备的或者说你喜欢的 甚至你意有所主的这些法拍屋 基本上你也没办法准备 就算你准备了你也可能会买不到 所以最后法拍屋你看都是那些老手 譬如今天我本来想买Pasadena的一栋房子 结果出来的房子是在那个Arcadia 那你对Arcadia房子熟不熟呢 这边一尺要多少钱呢 如果这边一尺你知道市价是600块一尺 当然现在Arcadia没有600块 700块一尺 结果你在法拍屋你看到它的标价是600块 你可能你连物件在哪里都不知道 你马上就要非常很直觉地知道 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好东西 那我的margin够不够 所以我们常常跟客人讲 买法拍屋最重要的是你那个空间够不够 因为你没有办法进去厌屋 你也不知道它有没有一些隐藏的债务 甚至你所要对付的这个房客好不好搞 如果这些你都不好搞 要花你很多钱的话 你觉得50万的房子你40万买到 最后你在装修或者是在驱赶的过程上 你就超过了这个成本 所以法拍屋一没有买好的话 可能你就会赔到许多的钱 但是法拍屋有时候就像Bingo一样 你真的可以买到一个叫物超所值的 我记得以前我就碰过一个案子 在这个LA County 有一个叫City叫做Lagwood 那一栋房子1000尺法拍20万 很便宜啊 那当然我就叫客人买了 马上就买了 结果但是那时候那个在资料上面说 这个房子1000尺 但是你从空照图看上去好像有1450尺 多了450尺 但到底能那么买呢 如果那是个违章建筑物 你还要负担那个拆掉的钱 那这些钱加下去值不值呢 我就跟客人讲都赌看哦 可能这个价钱还可以 后来等我们买到之后啊 去City一查 那450尺我们以为是违章建筑的 他上面有第一个令第二个令或者是说他有私人的这些令 你都不晓得因为当场你要做一个反应嘛 可是当你到银行手上的时候银行会把所有的这些债务全都给清掉 然后把所有开头上所欠的所有的这些 这些不管是抵押权啊 或者是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这些判断啊 全部都清掉 要知道一个人会走到法拍啊 他绝对不是只有法拍而已 他银行这个汽车贷款也欠钱 他的电话费也欠钱 他的赡养费也欠钱 那所有人一欠钱一定都把这些令都放在你的这个抵抖上面 这是买法拍物最大的风险 因为你不知道 可是你到银行物的时候 银行会花许多许多的费用法 这些东西都弄得干干净净 然后再找listing broker把这些房子拿到市场来卖 所以一般人啊 就是一般的这个普罗大众 他们买到的我们讲法拍物市场叫银行物 我都建议他们还是买那种经过银行洗过 wash out之后它是比较干净 或者是没有太多的麻烦 只是物况不好 可能有一些这些违章建筑 你自己要去处理一下 这是我们讲第四个步骤的法拍物啊 那第五个步骤啊就是我们常在讲那种是属于pro 就是属于专业型的人在玩的 当法拍草很多的时候 我们常会看到那种bucket 也就是一个bucket里面有三间五间十间 那那种玩起来就非常有意思 我记得在我们那时候在买法拍物的时候 常常你可以看到那些很有经验的这种拍卖者啊 他会把两个或三个好地点 或者是三个中型地点 然后跟另外三个叫做比较差的地点 甚至瑕疵的property包在一起来卖哦 那当然那也是我们到法拍物的这种末期的时候 应该要在最快的速度当中 把手上的存货清掉的时候 那一个bucket一个bucket再买 也是我们在法拍物的处理上常碰到的一些案子 听到我们的秉序兄这样子讲的话 那也就是你想要在这个危难之中去捡到赔疑货 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因为呢你要有资金 你还有胆识 可能更重要的是你要有知识 还要有一双鼻子 对 你会闻到这个里面是不是有机会 其实法拍物里面充满着各式各样的机会 因为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在法拍的这个外表下面的时候 很多人假如你平常的训练不够 或者是基础不强 甚至是你没有很多这种房地产 你不管你自己own 或者是买卖的时候 明明是一个diamond 放在一堆line里面 你没有看到 然后你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外表很漂亮 或者是觉得地点很好 但买下来又充满着陷阱 所以法拍物非常的迷人 但是一定要机会 机会就是陷阱 陷阱就是机会 你只要买法拍物的时候 永远记得我的margin到底有多少 也就是试价50 那如果你能买到30最好 你再怎么失误还是有钱赚 但是如果试价50 你买到47 48 甚至是45的时候 可能你自己就要小心一点 到底你的眼光够不够准确 那最后你所花下来的成本 能不能弥补你在判断上的失误 2023很多机会 这个机会是真正的机会 让你发财的机会 还是2023是很多是陷阱 真的第一件事情做功课 做功课 多学一点 多看一看 然后不要说我今天口袋里面 就是刚刚讲的有一些现金 我就往下面跳 你很可能跳去你是背别人 是背割韭菜的 你是韭菜 别人把你的利润 把你的钱都拿走了 所以说在这地方还是建议各位 多听 多看 多学 不要冲动 2023年机会在那边等你 但是先把自己武装起来 是不是这样子 是 就是法拍本身 很多人想说只是想捡便宜 或要买便宜的 要捡便宜或要买便宜的 我想只有两种人 第一个是你自己本身 就是这一行当中的人 你既然那么久捡便宜过 那是理所当然的 那第二个 假如你自己经验不过 你只是想捡便宜过 那你还是要找一个 有经验的带路人 至少在法拍这条路 带你走一遭吧 毕竟我们刚刚讲的 法拍有五个过程 每一个过程都可以让你赚钱 但也每一个过程都会让你 赔到大钱 都会让你信心情趣 是的 谢谢我们李老师 今天来跟我们大家闲聊 怎么样在2023年找机会 谢谢 谢谢 给你谢谢观众朋友 谢谢观众朋友 谢谢观众朋友 스크